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汤圆大王特别报道 接下来带您看的就是 台北市诗大陆 有一家40多年的冰果店 冬天最热卖的商品 就是客家三角咸汤圆 它们三角形的QQ外皮 包进去红葱酥爆香的 猪脚肉跟普里香菇 吃起来这样子才有 客家咸汤圆的古早味 连总统马英九 台北市长郝龙斌 都曾经是座上嘉宾 咦 这一颗颗三角形状 又胖嘟嘟的食物 究竟是什么呢 水晶饺吗 答错了 那是水饺吗 也不是 答案尖小 原来是三角咸汤圆 剥开内馅以油葱酥爆香的 黑毛猪脚肉 和普里鲜美的香菇 有着浓浓的客家古早味 吸引许多政治人物 像是总统马英九 台北市长郝龙斌 前行着院长谢长廷的来光顾 还有定居美国的老主顾 每次回台一下飞机 就会赶来这吃上一碗 它吃起来特别Q 那里面那个肉 鲜肉很有脂 所以不一样 吃起来很Q 所以我每次下飞机 一定要来这边吃的 它那颜小姐 你要提早来 不然它都卖到没有了 我每天早餐都要去北山 所以北山之后 我中午都来这里吃甜品 所以回头就不用煮饭了 在北山开始 一直想想吃这三角形的那种汤圆 很好吃的 这间位于师大陆上的冰果店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早期是饮麦 果汁和冰品为生 因老板娘从小就喜爱吃 妈妈煮的客家咸汤圆 边吃边学 还加以改良成特殊的三角咸汤圆 却又不失传统的古早味 好吃的秘诀 就在于老板娘每天纯手工制作 新鲜的外皮和馅料 特别选用台东的圆糯米 是让外皮吃起来 香Q 柔软 带点韧性的关键 先洗 洗两次 再泡啦 泡了差不多四五个钟头 再磨 这个糯米会软 会软一点 磨起来才会细 才会很细很绵的这样 经过长时间浸泡的圆糯米 放入机器里 马上磨成 被泡泡又眉眉的纯白米浆 接下来得脱水 只见老板娘和老板同心协力 将磨好的糯米浆 放入袋子里 在椅子上来个五花大绑 用大石头彻底压出水分 这样才能做出汤圆外皮 最重要的主角 粿菜 米磨成浆以后 差不多要压 差不多三个小时才会干啦 每半个钟头要给它 要反那个外面干的 积到里面那个水才会跑 只要积干啦 老板娘说脱水后干的龟齿 如果直接全部放下去煮 会变成软啪啪 想要让汤圆皮吃来有弹性 相当搞刚 要先将一小部分的龟齿 先煮熟当成板母 也就是龟齿的妈妈 再来和原来干的龟齿 一起搅拌混合 就是为了要让龟齿增加粘性 要煮那个 它才有粘性啊 它才会 这样才会搓成一团啊 才会Q啦 老板娘说想要更Q 就得要像这样 反复用力的搓 压 揉 揉到软又有韧性 呈现雪白光泽 才可以开始做汤圆 除了制作废工的外皮 里头包的内馅也是精华所在 店家使用能提香的油葱酥 透实有绞尽的不理香菇 以及桃圆饲养的黑毛猪 制成的绞肉 完全都不夹尾筋 因为我们都用那个黑毛猪嘛 那个黑毛猪里 它自己都会 甜度都会跑出来 我们都不用味精的啦 我们汤头什么都没有用味精啊 在圆形的饼皮里 包进内馅 轻轻一捏 再小心翼翼的捏制成三个角角 包成一颗颗外形淘细 又饱满的三角咸汤圆 加入以猪骨和鸡骨熬制成香甜浓郁的客家汤头 每一口都吃得到满满馅料 元宵节更是热卖上百晚 连老阿嬷都爱上着古早味 它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里面包的那个肉啊什么的 都是恰好 没有说有的地方我们去吃就觉得说 蛮咸或者是什么 可是它的味道就是刚好 店里还有招牌的芝麻花生汤圆 老板娘选用香甜黑芝麻粉 与猪油糖或成一球球的芝麻馅 包成一颗颗圆滚滚的芝麻汤圆 搭配浓郁香醇的花生汤 吃来松软绵密又顺口 而选优宜兰兰和云林花生做成的花生汤圆 也同样很有人气 再搭配上粒粒饱满 甜而不腻的红豆汤头 吃来每一口都有幸福感受 因为它的芝麻也是自己打的 它不是是买现成下去 它是自己打的芝麻 所以它都是完全纯手工作 所以它的东西里面来讲是很卫生 我就觉得很好 味道也很好 特别香 虽然小小的店面只有13瓶大 但客人总是做得满满满 墙上老板和老板娘 抱着孩子的返房旧照片 诉说着40年老店的历史点滴 不变的是一碗碗汤圆 始终是那份浓浓人情味 与怀旧的幸福美味